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熊观影,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番追踪》第五季的第八季 小队打针的护士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一会儿自己会打翻水杯,猛踩他的脚,然后给他崴上一针 护士不明所以,小九现场给他演示了一遍 放倒了人之后,发现自己少做了一步 这水杯还没打,赶紧补一枪 之后他砸坏监控,重接自动门的线路 把射位关在门外 在网伯带人冲进来时,发现病房已经没人望 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网伯找了一大圈,估计是想起自己看过的越狱 他搬开洗手池,发现后面一个大洞 小已经从那里逃跑了 翟总的AI模拟对战仍没有任何突破 几十万次的运行,宝宝的模拟机都无一例外输掉了 更没建议他更改几个变量,让宝宝进一步开放系统 但是翟总仍然固守着底线 李斯今天接到的号码是一个叫孔的国际商人 他原本应该从香港赶去伦敦 因为飞机故障暂时落在了纽约 之后他因为身体不适去了医院 后诊期间,护士严静姐发现数据库又出故障了 负责管理系统的分头哥做了些调试 恢复正常后,严静姐立刻调用了一些抗病毒剂过来 梅森医生替孔做了检查 确认他得的是流感 便给他注射了一些抗病毒剂 李斯回复翟总,孔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得了流感 自从替小萨打工后 杰弗瑞赚到了不少钱 生活大有改善 便趁机提出与前女友复合 当他17岁就入狱 后来因为监狱斗殴加了性 再加上出狱者的再犯罪率通常很高 女友害怕他还会重蹈覆辙 于是拒绝了复合 杰弗瑞没有坚持 因为女友想的并没有错 他现在干的似乎真不是合法的事 逗逗的调查一筹莫展 于是就去找了以利亚 告诉他自己在管道里看到的 十几个失踪者被毁尸灭迹 以利亚经历过之前的事 知道世界已经改变 只想退出江湖 但当他看到死者中包含布鲁斯 这个他仅剩的兄弟 悲痛之下还是帮我忙 那些运载管道炸弹的卡车 是从一个租车公司搞到的 而那一区所有的卡车租赁 都是一个叫卡佩罗的家伙在管理 就在李斯打算离开医院时 情况突然反转 刚打过针的孔 病情急剧恶化 没走出几步就突然科学暴毙 梅森医生很吃惊 就算他流感病发 也不应该出现吐血症状 除非他得了更严重的病 受打破镜头的墙壁 发现外面竟然是一个牢房 几个犯人一脸懵逼 监狱还能掉下美女 这是哪辈子记得的 一打听才知道 这里是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监狱 所以并不是模拟世界中那种孤立的岛 这让他更有信心了 他打晕了两个狱霸 被欺负的黑人小哥告诉他 这里进出只有一条路 只有吃饭和挨打的时候才能离开 梅森医生重新给死者做了血检 他问奋头哥会不会是数据库的问题 导致药物被送错吧 奋头哥说如果是那样 只好去到医院的医疗事故保险买得足够多 考虑到可能是严重流行病 梅森请李斯帮忙守住医院的出口 在事情查明前最好别让这里的人离开 李斯和医院的保安一起关闭了所有出口 在那之前翟总也赶过来帮忙 而这时病人中已经有出现症状的 豆豆将卡佩罗传唤到警局 他有些不愿配合 但一听是以利亚接了自己的地 怕那些违法生意曝光只好合作 把管道爆破那晚的租车名单交给了豆豆 而在那份名单里赫然就有杰弗瑞的信息 豆豆想起之前他曾经出现在机器的号码里 就觉得这人不简单 于是通知犯罪中心调查杰弗瑞车牌照 并进行跟踪 此时杰弗瑞正在面见他的聘用人黑姐 对前几次的任务提出了怀疑 他曾被派去跟踪警察保护的目标 还开车运过爆破弹 特别是偷一张硬盘时 还被一个风女人用枪指着 说他在为一台人工智能打工 这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姐很坚定地说 他们是在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努力 但吉夫瑞还是萌生地退役 黑姐告诉他 只要做完今天这单 他就自由了 医院的人群越发不安 临死有些着急 A3告诉他 在恐怖的血点报告没出外前 他无法下定论 这是一种看起来攻击性很强的病 然而他们的话被几个患者听到 偷偷将消息发了出去 不久后 媒体就曝光了医院发现流行病的信息 开始有人想办法往外闯 目续被李斯和保安完结 翟总把那批抗病毒剂的编号发给根美 让他查一查那些药剂的来源 翟总带着小熊 发挥了他安慰犬的作用 试图让病人稳静下来 这时 梅森拿到了血减结果 显示孔在外医院前就已经患上了侵流感 而他刚才注射的真剂 是一种活性人流感病毒 两种病毒混合后不但能治病 还能使他原本的传染性增强失倍 医院现在站在了疫情爆发的零点上 梅森立刻把病毒样本传给了疾控中心 在治疗方案出来前 他们需要自力更生 他安排分头割到应急中心 去取出医院仅剩的侵流感抗病毒剂 虽然没有治疗作用 但可以增强病人的免疫力 李斯让翟总带着小熊和宝安一起去拿 翟总三人赶到应急中心 跟被打来电话说 孔注射的那种人流感病毒 来自于一家研究中心 今天他们的一辆运输车临时改变了物件 之后实验室就关停了 他让宝宝分析孔的血样 他运行了五万种人和侵流感合成的可能性 其中只有一组染色体合成结果 才能产生杀死恐的那种致命病毒 拥有这种组合计算能力等 只有小萨 而这次事件的当事人 梅森医生 眼镜姐和分头哥 都曾反映过医院数据库故障的问题 梅森医生还认定 有人蓄意更改他的诊断方案 似乎有人在幕后操作 所以真相是 小萨正在控制医疗系统 被这三人发现了端倪 所以利用这次的事除掉他们 但这又有一点说不通 仅仅是为了杀人灭口就制造疫情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 刚说到这 翟总听到保安的惨叫 分头哥洗击了他 并且采坏了所有的抗病毒剂 另外他早已经被小萨收买 已经是他的信徒 美国每年有40万人 死于人为的医疗事故 他是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 过时的医生和护士 就是社会的完症 只有人工智能才能治愈治药 在分头哥要开枪时 根妹转达了宝宝的口信 攻击和还阳一丸 攻击是对小熊的命令 还阳一丸是用来放倒对手的麻醉剂 翟总搞定了分头哥 根妹让他再撑一会儿 宝宝正在合成新的抗病毒剂 肖在黑人小哥的帮助下 逃出了牢房区 并从狱警那里抢了把枪 但王波已经等待了出口处 他告诉肖 这不过是万千次模拟中的一个 何必要这么认真 但肖认定自己已经回到现实 网伯说模拟的场景 都是根据他的记忆来的 他曾在南非执行任务 而肖很清楚记得 自己没有来过南非 网伯又说他记忆中 现在一定还有杀死李斯的场景 真实与模拟已经难分清楚了 肖陷入了沉思 趁着网伯放松 突然给了他致命一枪 别说姐不相信你 就算这真实模拟 这也要报了一件之仇 杰弗瑞假扮成医生混进医院 他接到的任务是 用两支病毒针剂 杀死梅森和眼镜剪 但他没有直接杀过人 有些犹豫 黑姐警告他 如果不照做 他之前犯案的指完证据 就会被送到警察那里 杰弗瑞只有照做 但在他下手时 被李斯认了出来 没能杀死梅森 但是误伤了痘痘 他刚刚根据车牌号找了过来 就被打了一脖子病毒 索性跟被及时赶到 冒充疾控中心的人员 根据宝宝合成的结果 在一个实验室 找到了有效的抗病毒剂 挽救了医院的感染者 但杰弗瑞还是逃走了 杰弗瑞觉得 这次的事情 他们忽视了什么 小萨传播病毒的目的 绝不只是为了杀人 第二天回到警局 豆豆告诉李斯 自己申请了转岗 他是时候换个搭档了 至少换个信任自己的人 有来有往 不会一味地瞒着他 李斯问他是不是去找了 以利亚 豆豆表示那是无可奈何 谁让他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过就算李斯什么也不说 他也要继续工作 临走前 他丢掉了桌上的警察手办 杰弗因此跑过来质问以利亚 他本没有打算帮豆豆 但他们居然对自己 隐瞒了布鲁斯的死 杰弗一厢情愿地认为 瞒住大家 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但以利亚认为 在战争中 领袖务必要调动一切资源 而不是孤军奋战 战争需要牺牲 扒开高智商的外皮 以利亚认为窄总 才是所有人中最黑暗的那个 杰弗瑞告诉黑姐 她的任务失败了 黑姐却说 她的首要任务 其实已经完成了 她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独特的基因遗传标记 杰弗瑞是科学家所说的 基因精华携带者 即使感染HIV也不会发病 对艾伯巴也是免疫的 永远不会得侵流感 致命疫情传出之后 疾控中心会建议所有人接受体检 一边确定谁需要注射疫苗 小萨能够趁机采集所有人的基因 进而对他们进行分位筛选 筛选掉人为的野蛮事 这才是本次事件的终极目的 而杀死两名目标 只是次要任务罢了 南非监狱 小排出万难终于逃了出来 听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纽约昨日差点爆发致命疫情 她知道她的伙伴一定参与其中 以上就是一番追踪第五季第八集 小女神终于逃脱了 下面她会以什么方式重归呢 脱队的痘痘还会回来吗 尼尼亚为什么要说 翟总才是最黑暗的那个呢 她真的会黑化吗 各种发展请继续关注完结部分 另外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兴趣 快来讨论一下吧 好吧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